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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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後提湖天皇 這個後提湖天皇他是南朝的 他為了對付後提湖天皇 就建立了一個北朝 所以我們稱為南北朝 這是剛剛我講的 是在1336年的時候 開始的所謂士庭幕府 兩個所謂對立的南北朝時代 一直持續到公元的1392年 才結束 最後是北朝統一了 北朝統一了以後 後面其實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出現了一個叫做 尾尼諾蘭 尾尼諾蘭的時間是在1467年 一直到1477年 這個時間長達11年 長達11年 也許各位很陌生 但是這個蘭非常非常的不得了 我把它稱作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怎麼說呢 因為尾尼諾蘭到底他是為何而戰 為什麼在蘭 我想其實大家都打了很多問號 沒有外國人外國的軍隊的勢力去攻打日本 而是他們朝廷之間自己為了紛爭 包括領地財產的問題 而內亂 這內亂一戰戰下去竟然戰了11年 各位想一想 你我的世代都沒有碰過戰亂的時代 所以我們是很幸福的一代 如果我們碰到戰爭 早上飯在哪裡 下午要躲到哪裡去 晚上能不能火都不知道 這種如果沒有歷盡亂或戰爭的人 再怎麼聽人家有經驗的人來闡述 經歷過這段戰爭的歷史的人 永遠沒有辦法生利其境 所以你我其實都很慶幸的 我們再回想一下11年的亂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很可憐 舞臺在哪裡 在京都 在京都 所以這個亂就把京都的一些 累積到15世紀為止的日本文化的 有形無形還有人類的所有的文明幾乎破壞掉了 所以我稱作文化大革命 非常的可惜 我把時代拉到1945年的二戰快結束的時候 聯軍去轟炸日本包括東京到處都炸得很厲害 我想各位都知道有沒有 京都沒有去炸它 為什麼 為什麼京都沒有去炸 美國人也好 聯軍他們也好 知道京都是日本的股東 文化的財產都在京都那兩這個地方 這個不是只有日本一個國家的財產 而是世界共有的財產 文化的形成是累積的東西 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 因此不那麼容易建立 所以即便是戰爭 他們也不會去炸京都 所以京都幾乎沒有受到襲擊 原因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古都 那麼才有所謂 後來各位知道 UNESCO世界教科文組織 全世界去指定世界文化遺產 為什麼 為了就是要保留這些人類所留下來的文明 而這個文明 這個文化的遺產不屬於哪一個國家的 只要在這個地球上 UNESCO都願意盡全力去做維護的工作 因此把它化成世界文化遺產 讓屬於該國的世界文化遺產 他們有一個誇り 覺得說這個東西你看看 全世界都來認定我們這個財產很重要 我們自己也要多加這個愛惜要保護它 是基於這樣子一個這個理念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應人之亂亂到其實非常的恐怖 那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在士庭時代 有兩個文化 很大宗的文化 一個叫北山文化 一個叫東山文化 那大概這一章各位能夠把北山文化是什麼 東山文化是什麼 有一個概念把它記住 我想這一章就可以了 那北山文化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叫做竹立 竹立他是幕府 有一個叫吉利異邦 他是第三代的將軍 這個人創立了這個北山文化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是竹立叫做異政 吉利異邦這個人物已經到第八代了 他創立了東山文化 這兩個文化等一下我們詳細的來跟各位做介紹 那麼我特別提到這個異政這個人他說 我其實不想當什麼將軍啊 但是將軍這個東西啊 這個世襲的我不得不當 所以竹立疫症的時候也是碰到Oni No Land的時候 那據說他所居住的前前後後 在他住的環境裡面到處都看到屍體 看到殘廢的受傷的哀鴻遍野 他看在眼裡可是據說他都不管不理不睬 因為他討厭政治 可是他理什麼東西 他理一個東西叫做文化這個東西 他把文化這個東西呢 視為他的這個最愛 所以他有留下一些文化的遺產而來 美國有一位學者非常有名 叫做Donald King 號稱美國研究日本文化的第一忍者 這個人在311地震之後 他主動地規劃成日本籍 他說最亂的時候 日本最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願意成為日本人 所以Donald King先生規劃成為日本籍 我為什麼提到他呢 因為在日本有一家出版歷史的重書 非常有名的書店 叫做吉川鴻文館 吉川鴻文館 吉川鴻文館裡面 有出了一套人物重書 人物審書 這個人物重書是上百冊 從古代一直到近現代 包括中國人的鄭成功也成為一策 朱順水也有一策 而竹利益滿也有一策 但是我找不到竹利益政 在人物重書裡面 難道他不重要嗎 我就看到一本文庫本 是Donald King跟司馬遼太郎先生 對談的一個日本文化 裡面提到竹利益政 稱為竹利益政是一個 謎人物 謎之人物 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我就每一次到日本去 我就拼命的去找竹利益政 到底有沒有專書 我找了好久 終於被我找到了 因為我每一次出差 我應該去發表論文去演講之後 一定會去逛書店 而且我喜歡逛舊書攤 就在舊書攤裡面被我找到一策 我看到那個書名我就想要買 後來一打開才看到作者 Donald King 他自己寫的 也就是說是米一樣的人物 沒有人去把他整個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解說 那最後Donald King先生自己來解說 所以那一本相當便宜 因為在舊事攤半價我就買到了 這本書我應該贈送給圖書館 如果你們要看 這個上去看就有了 我的書大部分都送給台大圖書館 我自己要的時候也要去圖書館去call 借不出來我自己也借不出來 那我覺得給自己不方便就是給大家方便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我的書其實已經在圖書館很好做了一個保存 因為那個是我的寶貝 也是大家的共有的財產 不是我個人的 所以主力一正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來做一個說明 那麼因為印人之亂這樣子亂的 11年之後其實後面還有一個時代 我們還繼續講叫做戰國時代有沒有 這個印人之亂跟後面的戰國時代是有關聯性的 是有關聯性的 因此從這個時代開始一直到德川家康 在這個所謂的官員之戰 Seki Gahara no Tadakai 時間點是1600年的時候 在戰的時候為止各位算一算 恐怕有300年左右的時間 這個日本不得安寧的 我記不記得 一直到1603年 德川家康取得了政權 這個時代變成江戶時代 後面我們會講 又成為德川時代之後 才延續了15代260幾年的歷史 雖然是鎖國但是成為日本最安定的一個時代 所以這時代是不太一樣的在背景上 但是你要說戰亂的時候就沒有日本文化嗎 錯了 和平的時候固然日本的文化它比較平穩 比較容易繁榮發展 可是戰亂的時候也有暫時的日本文化產生 我們今天要給各位介紹的 就是戰亂時期的一個日本文化如何產生 而且不但產生 而且它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那麼這裡面雖然是有戰亂 但是商業 農業 工業的技術 同時都在進行 但是各方的諸侯在相互的殘殺 導致於武士無所是從 流離失所 所以以京都為一個原來的文化發想地 就變成大家往鄉下去逃竄去 包括公家 包括武士 所謂公家是朝廷的人 包括武士的階層 包括一般的這個有學問的知識人 文化人 他們覺得京都這樣亂 我沒有辦法再待下去 就往東西南北去 其實說穿了 去逃命去了 可是這一些人他都有這個 肚子裡面有學問的 因此就把文化的這個花樣 本來只限定在京都 慢慢地往鄉下 往日本的各地去擴散 這個是這個時代的一個背景 最後甚至有一些武士他不當了 逃出日本的這個海外 而被稱為所謂的各位聽過的一個名詞 叫做倭寇 聽過沒有 而這個倭寇其實是在海上做貿易 或者是搶這個船的 跟誰呢 跟誰有關係呢 跟中國船 跟朝鮮船是有關係的 這個也是在這個時代來發生的 那麼各位再看一下 六十九頁有一個叫五三文學 那麼這個五三文學呢 我大概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大概是在十三世紀的後半到十六世紀 大約有三百年之間的歷史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不是很平和的時代 導致於這個禪宗 在這個時代反而是日本人精神上 學問上的一個寄託 所以它發揚光大 因此這三百多年來 以京都跟蓮昌的五三禪林為中心 在禪林之間盛傳了一套學問 這一套學問各位都聽過 叫做漢文學 漢文學 你要廣義來講叫它是中國學也可以 那麼這是一個時代的背景 可能我要先提醒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這個所謂五三文學的前面 我們跟各位介紹過的是奈良朝的平安朝的什麼 貴族文學 有沒有 那這個貴族文學是從漢籍轉換到甲民文學 女流文學跟各位做了介紹 各位還記得嗎 這個在我們今天介紹的士庭時代之前的時代 是在貴族的一個階層裡面 好 那士庭之代之後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江戶時代又稱為德川時代 德川時代的時候 把諸子學列為官學 成為國家的學問 這個時候又是一個漢學發達的時代 因此我們要提到漢文學的一個發達 大概有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奈良平安時代 以貴族為中心的漢學發展的時代 第二個時期是今天我們講的士庭時代 是從貴族一直延伸到武士 然後從京都擴展到日本各地的地方 去的一個漢文學發展的一個時代 第三個時代是之後我們要講的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的乳學和學的一個發展 它是全面性的 而且時間是拉得很長的 從官方一直到各地的所謂的凡校都有的 這三個時代我也在這裡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好 那麼在所謂的漢文學裡面 有一個名詞 我想各位不陌生一定聽過 叫做朱子學 我要問一位同學 哪一位同學願意告訴我 什麼叫朱子學 誰可以告訴我 你的印象裡面的朱子學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回答 沒有 我要指定了 誰告訴我朱子學是什麼 來 這位男同學 你不用緊張也不用客氣 你就你所認知的 你告訴我就好 什麼叫做朱子學 什麼叫做朱子學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我是格物置之 格物置之 好 OK 格物置之 還有沒有 誰告訴我 朱子學是誰創的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朱熹 所以朱熹有一套朱子學 這一套朱子學 包括剛剛同學講的格物置之的一些思想 也朗瓜在裡面 是一個非常深奧 而且非常廣泛的一套學問 所以我就必須要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朱子學如何傳到日本 這個背景我有必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朱子學最早是由中國傳到日本去的 誰傳過去的就是這個時代的傳聲 日本的傳聲到中國去取經的時候 把它傳過去的 那麼流傳在京都跟蓮昌的武作禪式 之前上上個禮拜我們也跟各位介紹 武山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這個武山裡面的禪式裡面 這個發展的這個學問 那還有兩個地方 上次也跟各位介紹了 一個叫金澤文庫 有沒有 金澤文庫 在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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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乃川縣 講對了 金澤文庫 在靠近現在的蓮昌 也就是橫濱南附近 另外一個竹立學校 跟各位介紹過了 有沒有 竹立學校 那麼這幾個地方 武山也好 金澤文庫裡面收藏的這個漢文集也好 還有竹立學校他們在推廣的儒學 就被關上一個心乳學 在中國也是一樣 朱西所創的這個朱子學 被稱為心乳學 而有別於漢唐的舊乳學 這是不一樣的 日本所傳的是所謂的心乳學 那麼這裡面特別是講到朱子學跟禪宗之間 有很多類同的一些學問思想的一個主張 所以他們朱子學跟禪學之間 有很多相同的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是禪生的話 他除了研究他所謂的禪學之外 幾乎都是堅著去學朱子學 那麼這個請各位也在你的腦海裡面 留下一個基本上的一個概念 那再來就是在京都的這個禪生 他們研究朱子學其實非常的盛行 也許各位聽過 在京都有一個叫京學派 就是以朱子學為主要的這個學派 而因為他是集中在京都 故稱為京學派 那中間有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 有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叫Fujiwara Seika Fujiwara Seika 這個人物其實早期是在京都 其實他是和尚 禪生 在哪裡 你們到京都同志社大學 同志社大學各位聽過 將來可能有同學要去同志社大學交換 如果你到同志社大學 旁邊用走路的 就在旁邊有一個叫向國士 向國士 那麼Fujiwara Seika其實就是 原來就是向國士的這個產生 那麼其實提到這個Fujiwara Seika 我們要講說他本來就是武山禪學 當時為了專心轉圓這個諸子學 而離開了佛家 往諸子學那一條路去走的 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事實上德川家康取得政權以後 第一個要發展所謂諸子學的一個構想的時候 要去找人來負責 第一個找的人就是Fujiwara Seika 但是他被找到的時候他說非常榮幸 但是他不願意當官 所以他婉拒了 婉拒了德川家康 可是他說如果將軍不嫌棄 我介紹一位很有才能的人 他是我的學生給你認識 這個人叫做Hayashi La Ran 這個林念成Hayashi Hayashi La Ran 林羅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 諸子學的一個大家 他的墓在東京都裡面 一年據說能開放兩次讓人家去看 而且時間是固定的 我每次去時間都不符合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去 我一直想要去看林羅山的這個墓 他就把這個所謂要確立諸子學獨立的地位 因為在後面那個時代我們再來講 江戶時代的時候 就把這個很重要的工作交給林羅山這一位人物 而林羅山後來被稱為林家Hayashi Hayashi 他一路下來好幾代的將軍都是他的學生 他是成為士將 他變成一個士席 所以林家在江戶時代是非常有地位 非常有名的 特別是這個德川家剛統一全國了以後 Fujiwa Seika他認為我們必須要 把五字的政治稍微拋開了 戰亂也那麼久了 我們今天統一了之後應該往文字的一個發展方向去走 那麼德川家剛當然也同意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推了這個林羅山出來當這個幕僚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情形讓各位知道 那將來我們在德川時代的時候 江戶也就是這個 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 在當時的官方他們有分成兩個地方 在發展這個所謂的豬子學 在中央的政府官方 這個字很難寫 下面怎麼寫 應該念成豬是學校的意思 學校的意思 那在地方 當然也有師校 那這個凡校就是公立的學校 這有幾百個 有幾百個 那其實這個上網都可以查得到 你只要打凡校兩個字 拍一下就跑出來 數字有多少 然後你要進去看一下凡校的課表 就像在我們日文系的課表是什麼 上網去查查得到 凡校的課表裡面有三分之二 都跟漢文學有關 都跟豬子學的這個課程有關 你就可以知道在下面我們要講的那個時代 豬子學受到普及的這個影響有多深 而這個最後發展到裡面改了六七個名稱 我跟各位講 你們知道嗎 現在是什麼 常平佛 就是現在的東京大學 就是現在的東京大學 好 好 這個我再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麼我們還是回到四挺時代 來跟各位做介紹 四挺時代 如果你要把它相當於中國的話 到底是什麼時代 是中國元朝的中後期跟明朝的中後期 元明之間的這個時代 那五三文學盛興的時候 我剛剛提過 這剛剛北山文化跟東山文化的這兩位將軍 代表著各種日本文化發展的一個特色 當時其實因為戰亂 所以有很多人都往這個地方去討了 因此這個儒學 逃到儒學的一個發展 傳播到各個地方去了以後 其實各個地方有它發展的一個空間 那五三文學也由原來的創作文學 轉向學藝研究活動這樣一個方向 然後影響到江戶時代儒學的興盛 這個是一個背景 那麼接下來我跟各位介紹 就是六十九頁各位看儒學跟各個學派 還有儒立學校 這裡面有提到一位人物叫做貴安玄樹 貴安玄樹 那這個人其實他就是四挺時代 原來他也是一位高僧的 他也是一個和尚 那麼他出生在山口縣山口縣 各位知道嗎 本州最西的那個縣 過了關門海峽就進到九州了 我想各位知道山口縣是地靈人節的一個縣 如果我沒有記錯包括現在的安倍晉山 總共在山口縣出現了將近十個首相 所以是地靈人節的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貴安玄樹 也許各位不太清楚 因為這個看六十九到七十頁 可能打開七十頁大家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簡單的做一個介紹 他九歲的時候就到京都 我們說武山的最總本山叫做南禪寺 他就到南禪寺去修禪了 那麼之後十六歲他出家 1467年在41歲的時候 他隨著八代將軍剛剛講的義政的幕僚 搭了潛寧寺的船到中國去 這一個貴安玄樹到中國去了以後 見到了明朝的憲宗皇帝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有去見到了明朝的憲宗皇帝 而且他在中國流血有七年這麼長的時間 他研修的是朱子學 一直到1473年的時候回到日本 那他回到日本的時候 1473各位看一下 1473的話 剛好在印人之亂當中 所以他一回來就 京都怎麼這樣子呢 他很驚訝 但是那個時候正在印人之亂當中 因此他就離開了京都 離開了京都 到九州去了 我想他到九州的一個原因可能跟地緣有關係 因為他原來就出生在這個山口 然後到九州去了以後 往南走一直到薩芝麻漢去 薩芝麻是現在的鹿兒島 九州的最南的一個縣到薩芝麻漢去 當時這個薩芝麻漢是九州沙芝麻漢裡面 最有權力的一個地方諸侯就是薩芝 他到這個凡祖也就是這個諸侯呢 就把認為這個貴安玄樹非常有學問 就把他聘請來說 你可不可以來發揚一下漢文學 你到中國那麼久 你研究那麼透徹 我就聘你 然後請你來為我們的薩芝麻漢 來發展這個漢文學 所以他也答應了 所以他講授這個所謂的新註學 就是註解如何去註解這個儒家的經典 還有一個他把那個大學章句 大學是什麼 世書裡面的一個有沒有 大學章句重新的翻課翻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他其實在最後呢 在這個薩摩就是薩芝麻漢裡面呢 創造了一個儒家的一個學派 這個儒家的學派就寫在69頁 叫做薩蘭學派有沒有 薩蘭學派 當然就指路爾島的那個儒家的一個學派 他是一個代表 那麼最後呢 他其實又回到京都去了 到京都以後他曾經到賤人寺去擔任住持 最後呢還是回到他原來九歲去修行的南禪寺 回到南禪寺去當了住持 閃轉的一周其實他是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那這個人物他活了很久到82歲才元寺 所以是薩蘭學派所謂儒者儒家學派 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再看一下海南學派 這個海南應該是指現在的世國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本來這個重心都是在京都的 因為Ownino Line以後 很多知識者往地方逃 那麼剛剛介紹的這個貴安玄宿 他是逃到九州的最南部去 非常遠的一個地方 那麼也有人逃到世國去 所以這個海南學派我會介紹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做南村梅仙 請各位看一下七十月的後半段 南村梅仙 我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這個時代剛好是屬於戰國時代 梅仙是他的號 南村也是他的一個名字 但是這個南村他出生在哪裡 卻考證不出來 他是現在的高知縣 土撒的一個諸子學派 土撒南学就是南學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要的人物 當然他學的也是諸子學 那麼他也是跟著一個諸侯 這個諸侯叫做大內易隆 是山口縣的人 這個諸侯叫做大內易隆 應該唸成 五五一 或四三一 這個諸侯 受到這個諸侯的一個 怎麼講 青賴 就聘他一樣的 跟這個前面所講的這個懸術 一樣的受到禮遇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 一樣的來宣傳他的諸子學 同時他也提倡所謂的禪學 那把禪儒之間的相同的學問 把它提煉出來 這個創造了一個叫做南學派 也稱為海南學派 又稱為土佐南學派 他是這個學派的一個始祖 這樣子 那麼這是第二個地方 另外可能再介紹一次 其實上一次已經介紹過了 再介紹一次叫做 足立學校 這個足立學校 我再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這個足立學校又被稱為足立大學 足立大學 是日本最早的一個私立大學 那麼古代的時候 有兩種說法說 因為他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很難去掌握他 那有一個說法是在平安時期 那另外一個說法說到連昌時期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他是在連昌時期的時候成立的 當時在土地紀元 他創辦了一個所謂的高等的學校 又被日本人稱為是一個日本最古老的中和大學 我上次已經有秀那個竹立學校的校門給各位看了 有沒有 有印象嗎 沒有印象等一下再秀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網站上裡面都有了 那麼這個是日本關東最高的一個學府 裡面有孔子廟 裡面的孔子廟也被稱為日本最古老的一個孔子廟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讓各位做一個了解 那麼另外我想跳脫這個教材 跟各位再做一個背景的說明 在我們中國的時代各位唐宋元、明、清這個三代 從中世紀一直到明清的世代 這裡剛好卡著是什麼 明清是一個日本叫做近世 元、明是一個日本叫做什麼中世 卡在一起 這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元朝跟明朝我剛剛講過的 士廷的這個時代我們稱為中世紀 那麼明清以後我們稱為近世紀 這裡面有卡到 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元朝跟明朝之間的一個問題 請問日本這個國家到現在 各位已經日文系四年級了 日本這個國家各位都知道 被稱為單一種族、單一語言的民族 有沒有 就是日本人 但是有人說No 北方還有一個愛奴族 這愛奴族來自中國的蒙古 源源來自於蒙古 但是日本人的原住民是誰? 愛奴族在哪裡?快要消失了幾乎消失了 愛奴族早期是有它的文化也有它的文字 可是現在幾乎那個文字也快消失了 日本很早就知道 這個少數的民主跟文化再不加強保持的話 會不見 就像那個珍貴的保育類動物一樣 會不見了 那現在其實很難 真正的各位現在到北海道去 你可以看到有愛奴族的什麼文化村 我進去一看 我會跟他們聊天 幾乎都是現代日本人去裝的 就像我們的九族文化村 我住在埔里 你不信到九族文化村裡面 他們穿著原住民的衣服在那邊跳舞 很多人是冒充原住民 其實是普利人 說不定是貧捕族的 說不定是跟我一樣是客家人的 但是你都看不出來 大概是這樣 那真正的原來的原住民 才是在本地生根發展的 像台灣的原住民 我們說九族其實不止 你們知道現在為止有幾族了 誰知道 十四了 對 已經發覺到十四族了 這十四族之間各有各的文化 各有各的語言 但是好像沒有文字 所以流傳不出來 我是客家人會講客家話 可是他說你們說老師 你會不會寫客家話 客家語 我不會寫 我不會寫 就很難 連台語也有文字 台語都很難寫 不要說客家話 這個是少數 那麼所以有這個少數民主的一個情形發生 我們現在再回到這個 我要提的是日本什麼時代有外國人去攻擊他 誰告訴我 有沒有 除了1945年8月6號9號那兩顆原子彈不提 從古代到現在 日本這個國家有誰去攻擊過他 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 元朝 元朝就是忽必烈那個時代的元朝 元朝 元朝號稱中國版圖最大的一個朝代 曾經打到伯多去 打到伯多 所以他們稱為什麼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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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是不好聽的話 下面我們要跟各位介紹要快一點 在時間上可能有點趕 第一個就是北山文化 請各位看到71頁 北山文化稱為北山文化 是四四挺時代初期的文化 我剛才也講過是第三代的將軍築立一滿 在北山山莊所創造出來的一個代表的文化 時間點是在14世紀末到15世紀前半曲 後面還有一個叫東山文化 那麼這個今天的一般的日本的文化的發展來講 就會把北山文化跟東山文化兩個文化合稱起來 那個總體就叫做四挺文化 我想各位基本上有這樣一個概念就可以 好 北山文化裡面我們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這個PowerPoint裡面 北山文化裡面有一個叫做陸院士 其實就是金閣士 那麼陸院士是竹立一滿死了以後稱為陸院士 竹立一滿之前他稱為金閣士 大概是這樣 第一次創造的時間是在1397年 各位如果到京都去 幾乎幾乎如果沒有去過人很嚮往的就是金閣士 一定會去看 這個就是北山文化的一個代表 那麼各位看一下他這個金閣士有三層有沒有 一二三 有三層 我要講說這個金閣士的這個建築 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也就是說第一層是公家的一個建築形態 公家是庫月也就是朝廷的 又稱為寢殿造 寢殿之骨里寢室的寢 這是在最下面一層 第二一層是秀音作 書院造 是五家 五家的建築風格 最上層是 全修樓 禪中漾 禪中漾是什麼 中國風的建築 所以內行看門道 你去看到金閣士裡面有三層 你不要看著說都一樣 其實是不一樣 一個金閣士的建築就分了三種造 三種造都不一樣 我再解釋一次 第一個是 第一層裡面是寢殿之骨里 中間那一層叫做秀音之骨里 那麼後面最上層是禪中的佛殿 那在1950年的時候燒掉了 到最後重新再把它建造出來 1994年的時候 被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那麼也是在應人之亂的過程當中 這個陸院市境內大部分的建築物 都是遭到焚毀的 只有一個主建物 就是現在復原的這個地方 裡面放了有叫做設立殿 這是北方北山文化唯一的一個建築的一個遺跡 那麼在日本戰前就被列為國寶了 就被列為一個國寶了 那各位看一下 其實禪中漾你們還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個安樂寺八角三重塔 合養各位可以看到新無寺的五重塔 新無寺在奈良 在奈良 各位你們可能關心的是養鹿的地方 拿著這個餌莎有沒有去給鹿吃 就在旁邊有一個五層的叫做五重塔 那個東西其實是什麼 娃優 娃優是什麼 純日本風的建築 OK 有不同式樣的一個建築 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北山文化的一個代表其實有很多 各位看一下這個像這個卡雷山水 在陸院市的這個庭園裡面 孤山水 孤山水是什麼東西 就是甲山水啦 它其實是用砂石去製造出來的一個庭園 可是你很遠的地方 你可能看不出來 誤以為它是山 它是水 事實上是什麼 石頭 而且沒有水 所以叫做孤山水的這個庭園 比如說各位如果到天龍寺 天龍寺在哪裡 在京都的阿拉西亞馬 它是世界文化遺產 天龍寺裡面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孟窗素食 有沒有 上上禮拜就介紹過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在西方寺 叫做胎寺 那胎寺很漂亮 各位看那個照片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整個寺院都長青苔的 那非常有味道的一個庭園 這個庭園你要去看可以 要預約 而且很難預約得到 很早就要預約 每進去看一次要三千塊日幣 還滿貴的 但是一輩子至少去看一次吧 這裡還有京都還有一個比較郊區的地方 叫做大園三千苑那個地方 也有很多長青苔的這個庭園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 大概這個我跟各位介紹 北山文化大概是這樣子 後面東山文化 以第八代的主力譯證我已經講過了 它是以東山山莊為主 融合五家公家產生的各種文化 而形成了一個東山文化 在京都裡面叫做遲照寺 各位看一下東山文化 這個遲照寺又稱為銀閣寺 又稱為銀閣寺 那銀閣寺是在1482年的時候建造的 當時是別墅山莊 也是一樣在1994年的時候 銀閣寺成為京都的一個文化財的一個部分 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因為寺內有一個叫觀音殿 這個觀音殿就是通稱銀閣 因此這個寺院都稱為銀閣寺 還有這個大德寺 各位看一下大德寺其實是靈祭禪 靈祭就是佛教的靈祭禪的一個寺廟 它的日本庭園 隆安寺也有日本庭園 這裡面顯示的都是 孤山水的一種庭園的一個建造 那麼映仁之亂之後 其實在亂世之中也出現了很多日本的文化 這個日本文化裡面有像能、茶道、花道、庭園、建築、文學方面的作品 像連歌等等都在這個時代 它的藝術方面多領域的開發結果 那這些藝術直接面向的是吹到平民的手上去 這個我之前的背景已經講過就不講那麼多了 所以到平民的手上去延伸到很多很多的日本文化的一個誕生 那這個我們先介紹一下茶道吧 好 這個茶道部分我可能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茶道其實是一開始是貴族的東西 是逐利益滿北商文化裡面開始的 有一個叫做村田蘇光這個人物 這個茶道我想那個背景我可能要再做一個說明 茶道其實在見人寺有一位和尚 這個和尚非常有名 這個和尚叫做榮溪 是五四裡面的五三之一 這個榮溪 是五四裡面的五三之一 這個榮溪 就是中國的茶道其實在唐這個時代隨著佛教傳到朝鮮半島 然後進到日本列島裡面去的 那第一個人把他引進去的就是我寫在黑板的這個A菜 它是一個禪生 那他到中國去學火 而且他也學了這個茶學 所以對中國的茶道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 回去的時候他帶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茶種 就是茶能夠在日本普及種下來 這個A菜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佛經 那佛經不用講 從前堂史開始他就有一個這個時代背景了 把這兩個東西帶回去 那除了在推展佛教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推展佛教的思想的過程裡面 人難免坐下來喝個茶吧 所以同時就把這個茶道怎麼種 它在日本的話 各位知道茶原來長在哪裡嗎 是樹上 是藤的一直繞著樹上去的 後來改良才種到地下的 茶一開始不是地下 是這樣子的 那麼總之這個種茶的這個始祖就是榮熙 那他曾經用這個茶葉製好的 當時蓮昌幕府有一個將軍叫做原石草 據說這個原石草得了糖尿病 那他就這個泡茶 汽茶給他喝 喝完以後好像糖尿病好了 所以他就非常有名 最後他寫了一個很重要的跟茶有關的經典 這個文獻叫做吃茶養生祭 喫茶有沒有 我們說喫茶點有沒有 喫茶幼世紀 這在日本非常有名的 也就是說講到茶的這個源頭的時候 會想到這個著作 他是在宣傳茶的神效 他說這個茶是養生的先要延年的廟述 所以榮熙最後被稱為日本國的茶主 日本國的一個茶主 那之後才有日本的著名的禪師 叫做一修和尚 這個一修叫中存 然後才到春田珠光 然後才到後面還有一個人物 叫做千日修 我想我們下個禮拜繼續跟各位介紹 下個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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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